大家好,我是谷月 今天用一块钱的干豆皮 来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美食 葱香豆皮 做出来清爽开胃,葱香味浓郁 非常的好吃 既好下酒又好下饭 做法很简单 两三块钱的成本就能做出满满一大碗 跟着视频来看一下吧 首先准备一块钱的干豆皮 这种豆皮在超市和菜市场都有得卖 非常的便宜 买回来后,我们用温开水 要将豆皮浸泡一下 将豆皮泡软 用手给它搅拌一下 然后放一边浸泡半个小时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根大葱 用刀将大葱从中间切开 一分为二 然后再斜刀将它切成细细的葱丝 切的时候尽量切细一点 这样切开后,我们吃的时候才能够搅得动 葱丝的量可以多切一点 这样做出来,葱香味才浓郁 还带有一丝清甜,非常的开胃 切好之后,我们右手将葱丝抖散 这样拌的时候才入味 抖散后,先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准备几颗洗干净的香菜 改刀,将它切成小段 加入一点香菜在里面 既能配的颜色,吃起来也更香 切好之后,和葱丝放一起 接下来,准备四五颗去皮的大蒜 用刀将它拍散 拍散后,再将它切碎 喜欢吃大蒜的朋友,可以多切一点 最后,再将它剁成细细的蒜末 剁好之后,将它装入碗中 半个小时的浸泡,我们来看一下 豆皮已经非常的柔软,没有硬心 我们简单的给它抓洗一下 将表面的灰尘清洗出来 清洗一下后,捞起来沥干水分 再次放入清水中,清洗一两遍 直到水变为清澈为止 这样吃起来才更卫生,更放心 清洗干净之后,用双手将豆皮要挤干水分 这里尽量挤干一点 挤得越干,拌起来就更入味 挤干水分之后,直接放在蒸葛里面 用手给它抖散一下 这样蒸起来,速热更均匀 用筷子给它拨松散 这样速热后才不会粘在一起 整理好后,将蒸葛放在蒸锅上 然后盖上锅盖,大火蒸三分钟 泡软的豆皮非常容易熟 蒸的时间不易过长 蒸好之后关火 然后用筷子给它爬散一下 让它稍微晾凉 这样才不会粘连 吃起来也有嚼劲 晾凉后,我们再将它装入碗中 接着把切好的香菜加进来 葱丝也一起加进来 再加入一勺的粗辣椒面 半勺的细辣椒面 切好的蒜末也加进来 再加入一勺熟芝麻备用 接下来锅里面加入凉油 再加入一小把的花椒 开小火将花椒炸香 用炸好的花椒油拌在一起 吃起来更开胃 花椒炸至变色之后 我们就关火 然后用蜜肉过滤出花椒粒 将热油激发出蒜末的香味 接着加入小半勺食盐 一小勺的白糖 再来一汤勺的生抽 再加入一汤勺的香醋 接着用手抓拌一下 将调料抓拌均匀 稍微的久抓一下 让豆皮能够吸收料汁的味道 抓匀之后就可以装盘开吃啦 这样做出来的豆皮清爽开胃 葱香味浓郁 既好下酒又好下饭 做法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一看就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赶紧舒散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并且留言哦 关注我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古月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